剛剛我們也稍微開了一下題 講高端這件事情 那可能還有一些觀眾沒有跟上 就到底高端這都為什麼最近又被提起了呢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日本現在 要開放大家可以入境去玩了 很多人在搶這個機票的同時 那你身為高端 你可能要多付一些錢 包含像是不演了新聞台的這個台長 朱凱翔就很壞 還說因為目前日本認可的疫苗 其實就包含我們剛剛提到陳真中 今天也有講嘛 他們從一開始就只開放那六種 到現在還是這六種 他很誠心的認為說應該會有所改變 六種包含了BNT 包含了AZ 莫德納 還有嬌生 Novavax 還有像是這個印度的滅活疫苗 那他特別提醒了 如果在台灣打高端 是不會被日本認可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被認可 打這些疫苗的狀況下之外 你就是必須在出國前 你要持有72小時的PCR的陰性證明書 那我們也知道做這個PCR 而且72小時內做的話 他的出國費用可能要多3500 那如果你要極見的話 可能甚至要4500 所以這凱翔哥就寫說 是一個繳納智商稅的概念 但好確實啦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是有很多網友 有沒有可能因而跑去出征 因為有很多人是高端仔啊 他打了他很想去日本玩 他也想跟朋友一起解封去享有國外的空氣啊 就發現他可能要多付錢 那很多人就問有沒有可能你要去出征日本的呢 好像這個立委鄭立文就說 打了高端去日本卻要自費PCR 那台日友好50年都不認可了 那陳時中還懷抱了這個美好的夢想 認為接下來他們修改新制可能就會再增加高端 但高端的問題是他根本就還沒做好自己自身的問題還沒解決 陳時中上一次巧新議員那時候提到就是說 陳時中那一次是說疫苗的價格不能公開 全世界都這麼做 然後巧新議員當時告訴他說 日本就是公開了他的疫苗採購價格 那麼我們當時的陳大部長的回覆是說 全世界又不只有日本一個國家 所以說不定下一次他要回覆的就是說 全世界又不只日本一個國家 你可以去帛琉玩啊 帛琉承認高端啊 那我其實想帶大家回覆一下 因為我剛才聽到這個主持人有談到就是說 陳時中講到說這個科興跟國藥也沒有納入 還有俄羅斯 對 還有俄羅斯的疫苗 我帶大家回憶一下2021年的這個年初 當時陳時中那個時候提到就是說 我們政府為什麼不能夠承認高 不能承認科興跟國藥 他說呢政府的這個候選疫苗呢 必須要經過二三期的實驗 而且有足夠的科學文獻支持才能夠去納入 所以陳時中今天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的高端沒有經過二三期的實驗 也沒有足夠的科學文獻去支持呢 其實我覺得他講的說不定是真的啊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我們大家去好好的監督啊 因為之前高端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嘛 就是說台灣有兩萬多人有打過高端 我跟各位觀眾報告 那個你去看BNT 你去看這個莫德納 包括AZ 他們的實驗人數都超過三萬人以上 我們最誇張的就是我們這兩萬多人都是醫護 就他不是一個非常多元的足夠代表性的這樣一個母體 那同時到現在為止我們的三期還在這個還在過程當中 也還沒有完成很多人對高端的不滿 對高端的這個疑慮是什麼 就你沒有用國際公認的這些認證的手續 他用的是一個叫做疫苗橋接的這個手續 所以他在接受國際 在受到國際認證上為什麼會出現問題 就是因為你當初為了趕著讓他上市 你為了怕國人打到國外來的疫苗 所以你就趕快讓高端通通忙忙就讓他出來 所以才會今天碰到這麼多的關卡 所以是不是你這個防疫中心指揮官 你要負責任呢 還是你更上層的人要去負這個責任 是更上層的人在做這個決定呢 我認為這個其實是 是我們全民都應該要睜大眼睛來檢驗的 尤其當你今天又把這個 科興跟國藥的問題再拿出來講 因為上一次那去年的時候 我就公開質疑過陳時中說 人家科興是有在柳葉刀這個起刊有發表 你怎麼說他沒有科學的文獻呢 你可以不接受他 但你不能說他沒有科學文獻 這個你要說實話 所以陳時中很多時候 他講的話為什麼會受到大家的挑戰 就是他不本於事實來講話 其實今年初也有人就問他說 日本到現在還沒有承認高端 那時候他說他會努力 結果我們50年來最好的台日關係 仍然沒有辦法讓最支持 民進黨政府的日本政府 去承認我們的高端 那要不然就是台日關係 沒有像你們所說的那麼好 要不然就是什麼呢 你的高端根本經不起檢驗 我覺得這不管是哪一個選項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都要好好的去面對 而且都必須坦誠相告 我高端這個政策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會走到現在這樣 承認的國家這麼有限 我覺得不要讓大家 尤其我覺得還有一些 有一些人說反正很多人不出國 所以打高端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我還是要強調那句話 政府投出了這麼多的預算 你不能只是說他沒有受到損害 這個你打了不會有什麼害 就草草了事 我要強調第一個你看像現在進入次世代 從BA5 從BA1到BA5 現在我們要再引進新的疫苗 我們的高端有沒有次世代疫苗 沒有啊 你這不斷演進的過程裡頭 你應該要從高端 能夠發展出下一代的疫苗 但這個其實我們看不到 第二個你發展高端的結果 是我們傷害了我們去 爭取國際大品牌疫苗代工的機會 那這個一來一往之間 對我們台灣的產業帶來多大的傷害 我覺得這一筆帳 我們都要好好的去算清楚 這個不是一句簡單的說 科興國藥也沒有進去 而俄羅斯的疫苗也沒有進去 用這個來敷衍了事 蒙混過關 我覺得真的是 剛才網友這個 在聊天室裡頭講到陳王敗寇 我覺得網友真的是非常有才 那為什麼會有陳王敗寇 我覺得其實陳時中 你不用再去怪周玉寇 雖然他自己是這個 完全是脫江野馬 但是我覺得真的要扪心自問是 為什麼你會從神壇上掉下來 是因為你這個神根本就是一個假造的神 你根本就是很多的事情是建立在你的謊言之上 所以才今天一個一個被大家所戳破 我覺得台灣 你不要把台灣防疫的成就都攬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要自己坐在那個神壇上 沒有人可以坐在神壇上 包括你自己 有很多眾說紛紛 像上禮拜大家在揣測說 泰國為什麼會公佈陳明通的這些相關的資料 那當時就有很多人指正那裡 覺得是美方這邊是不是不太滿意 所以有美方的資訊公開了 那這一次呢 這一次我剛剛提到 它是一個這個中華時報的網站去披露的 那國防部這邊說法就是說 又是中共對台灣的認知作戰的一環 那到底是不是在中共的二十大前要交KPI 還是一樣這次又可能是美國爸爸在後方主導 到底是誰的組合權 又是要讓誰希望可以下台負責呢 其實泰國的這個事情 如果說是美國爆出來 美國提供的資料 我認為這個也是有機可循 就是有潛力可循 應該這樣講 就因為以前我們國軍也有一位少將 因為被受到這個共諜的這個滲透 那麼後來也是在泰國被滲透 然後在後來也是美方提供的情報 那泰國本來就是各國情報交流的一個重鎮 那所以如果是美方介入也不是沒有可能 但這個當然需要有進一步的證據 我想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個影響 除了看到我們就是國軍也好 或者我們國安體系出現了很嚴重的漏洞之外 我覺得對於未來台美雙方的軍事合作 會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因為很早以前其實就有 美方就有過這樣的說法說 台灣守不住秘密 台灣所有的事情 任何交付到台灣的這個尖端的科技 都可能會流到中國大陸去 那這個也是過去蔡政府 經常對馬政府提出來的一個抨擊 說因為兩岸交流太過頻繁太過綿密 所以說導致國家的機密流向了大陸 那影響到台美的軍事合作 那我不知道蔡政府現在要怎麼面對 自己的兩個大的漏洞 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當然我看到今天有一個新聞就是說 國防部的政戰局的局長 即將換上一位新的楊安中將 那麼同時陸軍的政戰部主任也會換人 換上第一位女性的一位將領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值得我們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第一個 是不是國防部政府高層 已經知道了這個洩密的消息 今天出來之前就已經知道了 如果政府已經知道了 所以才預作了這個換人的準備 那我想要問的是政府 有沒有採取一些實質的行動 去補這個破網 就是說這些人 因為這個新聞爆出來是說 他們8月初在美國的這些參訪的活動 但是當時這個情報被掌握的這件事情 政府到底什麼時候知道的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在野黨應該要去追問這個問題 就政府到底什麼時候知道 我們這個政戰部門的官員 在政戰部門的將領 在美國訪問被滲透了 被別人掌握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我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新聞 就在今天介紹這個新任的這個陸軍的政戰部的這個主任的時候 自由時報有做一個介紹 他講到這個陳玉玲的這個陳玉玲少將 他即將成為陸軍這個政戰部的主任 是第一位的這個女性的這樣子 女性的一個主管 那麼他裡頭講到說他有什麼 有什麼重要的這個政績或貢獻呢 他就特別講到一個 他說這個陳未來的這個陳主任 在這個擔任政戰局副局長的任內 協助局長快速反應處理 第一時間針對各項假消息提出澄清及說明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原來我們的政戰部 政戰局的局 政戰局也是主管 也是要負責處理假消息 假消息變成現在政府 通令各部門的一個重要的職責 那到底除了數位發展部之外 還有哪些政府部門在處理假消息 這些假消息的來源到底是什麼 還是這是政府去鉛制國內言論的一個藉口 我認為這個其實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政戰部門的工作應該是什麼 政戰部門的工作應該是要強化國軍的心防 第一個要防止國軍被滲透 第二個要讓國軍有士氣勇於作戰 第三個很重要的一點 政戰部門應該要讓國人去尊敬我們的國軍 這個都是關於我們的心防的問題 如果國軍沒有辦法得到國人的尊敬 我們將來如何打仗呢 這個問題其實我認為其實 這個是一個國軍當前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優先順序 我這裡看到一個數字 就是說今年軍校正齊生 2022年的軍校正齊生 預計遭受1601人 入武訓的實際報道人數只有400人 這400人裡頭有200人 這400人裡頭有200人 就將近有一半左右 是國防醫學院的新生 真正然後再扣掉其他的戰鬥支援兵科 其他的陸海空軍三軍官校 也就是所謂的戰鬥兵科 每個學校只有17名新生報道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訊息 我希望政府部門能夠澄清 到底我手上的訊息是對的還是錯的 如果是對的 我們的國防部是不是要拿出辦法來 是不是要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多空缺 為什麼我們的軍校招不滿學生 而且招的人只有這麼少 你政府一再說要抗中保台 保台保台保到最後沒有人願意來保台 你喊的都變成是空話 那就跟你政戰部門去負責假消息 很有關係啊 你政戰部門的主要工作是在假消息嗎 還是你應該是要讓我們的國軍 有尊嚴有士氣勇於打仗能夠打仗 這個才是你政戰部門最重要的工作吧 我覺得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泄密的事情其實不只是泄密的問題而已 是我們整個國軍需要好好的重整 我們整個國軍的這個功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失調 是 該做的事情你沒有做好 所以你看我想這個數字值得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大家共同來注意為什麼這麼少的人去報考軍校 大家都你看每次民調出來都說 大家都願意上戰場啊 大家都願意去抵抗中國 然後真正你看這個報考數字 你先不用講什麼黑熊部隊 先把我們的這個國軍的士氣先提升上來 先讓報考人數足夠 然後我們再談其他 大家今天大包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正況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請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補課 714想要折扣喔